客人已經上國道 男子硬要闖到駕駛座旁 儘管其他乘客大聲叫喊 勸阻他也不聽 男子情緒失控 大聲叫囂 原來他當時抱著四歲孩子上車 因為六歲一下孩子免費 尖峰時段空位少 駕駛請他抱著孩子搭乘 男子沒拒絕 接著清點三個空位 讓三名乘客上車 這時男子才說 他要幫孩子補票 但已經來不及 他又不肯配合把孩子抱著 後面的乘客 只好抱起孩子 把座位讓給其他乘客 這名乘客搭乘是9009號客運 當時他坐的 就在緊急出口後方的這個位置 他為了到前面 去找駕駛來理論 是不斷的走動 甚至和周到的乘客起了衝突 男子堅持讓孩子單獨坐座位 上安全帶 但一開始上車 卻沒幫孩子買票 法規規定六歲以下免費 但四歲以上搭國道客運 就要寄安全帶 等於必須要有座位 當天開車駕駛資歷很深 遇到乘客鬧事 他也處遍不驚 業者表示外面六歲不站位免費 但若有空位可以坐 但客滿會協調家長抱著孩子搭車 只是男子在國道上大叫走動 吵鬧引發安全疑慮也讓其他乘客相當不滿 TV新聞宣布的草莎人台北採訪部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